好了 各位觀眾呢 透過畫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呢 憲兵特勤隊正在整個憲兵學校進行一個戰績操演喔 但是在整個國內的這個軍事的部分呢 可以說相當 有一個相當震撼的消息 國防部長李天宇在剛剛稍早的時候呢 是宣布呢 要來請辭這樣的職務喔 他自己是表示呢 在這個國防部的聲明稿中 他別 他自行的表示說 由於這個整個達政案的這個執行 以及這個 這個達政案的事情呢 是引起國內的相當多的不同的意見喔 也得來了相當多的批評喔 因此國防部長李天宇呢 是決定呢 在今天 在昨天這整個立法院備詢之後呢 是在今天呢 大家來請辭部長的職務喔 對於這整個達政案呢 由於這一次呢 在這個達政案的成立呢 可以說是在黨有多所的批評喔 這個達政案的國防部的態度呢 也是前後有點不太一樣 一開始呢 國防部是堅持了 相當 絕對的來 為達政案來辯護 而且甚至呢 在預算上面呢 是多所護航的動作 但是呢 在這個前上個禮拜呢 軍備局長吳偉榮呢 是表示呢 達政呢 這整個成立的時機呢 是 目前是相當不適宜之後呢 也讓這個外界呢 對國防部與行政院的整個政策呢 是有一些落差喔 目前對外界起了相當大的一個疑心喔 那國防部長李天宇呢 雖然在昨天呢 是再次的定調喔 還是認為是達政公司呢 是需要成立 而且這個資金也沒有問題 並且呢 還起來有點像立法院嗆聲的味道呢 是說 只要向立法院報備就可以 只要行政院合附呢 要向立法院報備 這個達政公司要成立都可以喔 但是呢 在整個這個立法院昨天經歷了一整天的備詢之後呢 國防部長李天宇在今天是閃電了請辭喔 對於請辭的原因呢 他自己表示呢 是由於整個達政案的執行呢 他沒有辦法得到國家的認同 甚至在這個在野黨方面呢 是引起了相當大的批評喔 因此他對自己呢 對整個國家要做到一個負責的那個態度 所以呢 他決定了口頭像這個 呃 已經呢 向這個總統來請辭 那到底總統會不會準呢 而且這個國防部長 由於現在是整個這個政黨輪替 可能即將 而不是 整個這個大選呢 可能新政府要上任喔 這個 看守內閣的時間呢 這個國防部長呢 突然請辭喔 可以是在國內的政壇呢 其實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 以上就是現在的情況 把鏡頭交還給國內主播 好的 感謝于喬來自桃園憲兵學校的最新連線 那麼憲兵學校現在正在舉行的是這個憲兵的戰績操演 不過卻傳來了李天宇請辭國防部長職務的消息 那麼主要原因是達政公司那執行軍購的時候呢 那麼李天宇表示沒有能夠獲得國人的認同 因此他才會提出請辭 不過現在還沒有這個總統府方面的最新消息 究竟這個行政院長張俊雄還有這個行政院總統 是不是也已經准許了 我們看到這是目前從桃園傳回來的最新消息